大家好,我是法治道长 今天是农历腊月三十 直至春节来临之际 频道祝十方道友善信小伙伴 在假成年里感应的片中 尽道如母,福慧双丘,道气杀组 新春快乐,福生无量的片中 今天这一期节目首播于2月9日 算是归毛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 所以当然必须得是干货满满的 如此才对得住一直关注频道的频道的小伙伴们 就在前几天阳历的2月4日 某年历了个成年的春 而除夕却是在9日 10日才是春节的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就是假成年的第一天 这么一来,假成年就没有了历春 而归毛年却多了个历春 所以从农历企业期来看 2024年假成年就是没有历春的 而且又是一个论年 民间固有寡妇年一说 而在推背图中的第43项里有一句 黑兔走入青龙穴 很多研究艺学的人都对这一项进行过解读 各有各的说法 但是绝大部分都认同 黑兔走入青龙穴 指的就是2023年归毛年 进入了2024年假成年 关注玄学的小伙伴们都知道 归毛讲的就是黑兔 假成讲的就是青龙 具体为什么我就不再科普了 以免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们都知道历春是一年24解析之首 假成年的春被归毛历了 这代表什么呢 这就是新任太岁被前任太岁冒犯了 换个说法 这不就是归毛黑兔冒犯了假成青龙的领地吗 所以黑兔走入青龙穴 确实就对应上了现在这个时段 古人讲 双春黑兔年 东下盖春秋 古人认为繁逢黑兔双春年 除气候不稳定以外 还会有很多自然灾害 世道也会随之变得不太平 在黑兔走入青龙穴 后面还有一句话是 欲尽不尽不可说 那么到底在2024年里 欲尽不尽不可说 到底是什么事 欲尽却尽不了 到底又是什么事不可说呢 不得不说 袁天刚和李淳峰 在这里卖了一个特大的关子 是吊足了世人的口味 众人对此解读 也是众说纷纭 我想关注玄学的小伙伴们 大多数现在还是一头的雾水 频道最近有尝试用六十甲子 去对应六十四卦 就是从中取鬼卯黑兔和甲城青龙 所对应的两个卦像来解读和预测 我自认为获得了很多的信息 从中可预测到 2024年的大事件的走向 欲尽不尽不可说的秘密 就藏在卦像的演变当中 今天频道就向大家来演示和分享 这些卦中的奥秘 不过我要先强调一下 我在卦像中所预测和所讲 指的就是九子离火运的中心地带 以强国自居为中心点的东方最大国 其作为东亚范围太极点的中心点 当然是一切其中由此而生的地方 此乃太极点 可生两亿 两亿又生四象 再生八卦 然后生六十四卦 就这么一直生下去 无穷无尽 当然吉凶祸福 就都包含在其中了 在正式开讲之前 请各位小伙伴们先给我点个赞 没订阅的 就请点开小铃铛加关注 谢谢 要讲明白黑兔和青龙的卦 就不得不科普一下 六十花甲子和一斤六十四卦的关系 在六十花甲子当中 其实每一个甲子都可以去匹配到一斤中的六十四卦 我这么说一定会有人提出疑问 六十甲子配六十四卦 这不就多出了四个卦吗 的确没错 多出的这四卦叫做四正卦 即前坤离坎卦 这四个正卦分别又和其他的卦重叠对应一个花甲子 即坤和副卦重叠对应甲子 离和阁卦重叠对应甲银 前和垢卦重叠对应甲银 坎和蒙卦重叠对应甲生 剩下的五十六个花甲子就各自对应一个卦 下面这张表 由每一个花甲子对应到自己的卦 如果有兴趣研究的朋友可以截图保留 而我们今天只研究和解读黑兔龟卦和青龙甲成所对应的卦项 如图所示 龟卦对应雷则龟魅卦 甲成对应火则奎卦 我们先把这两个卦放一起看看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两个卦重只有最上面一摇产生了变化 两卦的主卦都是对卦 龟卦的雷则龟魅刻卦是正 甲成的火则奎刻卦是离 也就是说从2023年跨入2024年 就是雷则龟魅卦第六摇 由阴转阳变成了火则奎卦 那我们实际上就可以通过这两个卦项的转变 去预测2024年的走向 我今天就挑重点来讲 就不去详细解说雷则龟魅和火则奎卦的谣词 和每一谣的含义 这些理论内容不是今天的重点 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自行研究 而今天的重点就是雷则龟魅变卦为火则奎卦的这个过程 这个变卦过程就叫做龟魅之魁 这个叫法不是我发明的 它可是有出处的 龟魅之魁出自左传中 具体内容是在左传西宫十五年当中 左传西宫十五年龟魅之魁挂原文 初 晋献公是甲薄鸡于秦 欲龟魅之魁 是苏战之月不及 其摇此月 是魁阳亦无邪也 女城匡亦无旷也 西陵则言不可偿也 龟魅之魁 游无相也 阵之离亦离之阵 为雷为火 为盈待机 扯 我说托其父火焚齐齐 不礼杭施败于纵修 归美 魁谷寇章之虎 执其从姑六年齐步逃归齐国 而弃齐家 明年齐死于高粱之须 原文中讲的是一段历史故事 是说 当初晋国想和秦国通婚联姻 于是晋献公将女儿木姬 嫁给秦木公之前 想预测一下 这种婚姻 对于晋国的国运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于是晋献公为此便沾了一卦 结果得到了雷则闺魅 便火则魁卦 在左传中称此卦为 闺魅之魁 晋献公的史官认为是凶卦 并预测到两国将会有战争 晋国会大败 太子会被扣押作为人质 在六年之后会抛家弃子 逃回晋国 第二年就会被杀死 在后来两国的关系发展上 果然就一一的应验了史官的预测 大家要知道 我们在看卦解卦的时候 除了要理解谣词的含义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要读懂卦里的相义 而我自己就从《闺魅之魁》当中 解读出了四大相义 第一相 献魅屈膝之相 一经里雷则闺魅卦原文是 闺魅真凶无忧力 相曰则上有雷 闺魅君子以永忠之地 此卦是个易卦 下队上阵相敌 正为动为长男 对为乐为少女 少女从长男 有婚姻之动向 是为嫁女之相 故称为闺魅 在古代会把自家中的少女 出嫁给年长男人家中 其缘由无非就是为了联姻 或者攀附权贵 是由于自身实力的不足 所以才出卖家中的少女 以求获得资源为此 晋献功向秦国献木鸡 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说到这里 我想说我们要读懂卦中的相义 切不可被字面去限制自己的思维 比如在对闺魅的解读中 虽有嫁少女之相 但不可就被局限于嫁少女的字面 如果得此卦来占卜现代的国 以国之间的联姻 可以理解为是用自己国家的资源 民众的利益 或者同盟者的利益等 去换取对方国家的资源 以求得让自己能够持续执政掌权 如果是在敌对国面前 就是打不过 为了换取和平 跪地求牢 以求自保的一种相 通过闺魅之魁 我们是不是已经看到 卦中有两个国家 一落一墙 依我判断 2024年 身处九火运太极中心的大国 为了延续政权 求自保 会以羡慕鸡的方式 向对方求和 实乃迫于压力 无奈向对方献媚取悉 最终来换得资源 延长自己的寿命 但关键的是 到底谁才是 这个被献出去的目击呢 肯定不会是韭菜们 韭菜们的根都快没了 对吧 那么会不会效仿 1979年那样 再纳一个投名状呢 会杀之俄纪其骂 还是卖了那个胖子呢 第二项 竹篮打水之相 在雷泽归妹挂的 最后一摇 第六摇摇词讲 女尘框无石 世杰阳无血 无忧力 一清白话文说 献祭之时 新娘捧着 成祭品的框具 但是框中却空无一物 新郎以刀刺羊 但羊却不流血 此乃不祥之兆 女人托着框 框里却没有装东西 所谓无石也代表着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意思 男人拿刀杀羊 结果却没有流血 不忧力 就是代表什么好处都没有得到 我们再结合刚才所讲的第一个 羡慕屈膝之下来看 就能马上明白 这一次不论何种投名状 还有他们下跪的知识是多么标准好看 最后都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双方都没有得到任何自己想要的 其主要根源就是在双方都没有诚意 不是真心纠合 从卦象中看 女人出嫁不带嫁妆就带个空旷 男人见女人没有诚意 所以宰羊就不见血 意为并非真宰杀羊 其实说白了 就是不想白给羊肉给女人 凭什么白给好处给你呢 所以结局就是双方都无忧力 不过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 他们实在是拿不出任何实质上的筹码 因为已经到了捉襟见走的境地了 想要去效仿1979年那次 那一个投名状 把合作不上线的朋友卖了 但是无奈这次胆子不够 实力也不给力 最后他们搞得自己是理外不是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人瞧不起 鬼也瞧不起 总之什么事最后都是烂尾 第三项 人心向背之相 邵庸先生对火则葵挂的解读原文说 人心向外背道而驰 难以成事不一意大取 得此挂者运起不佳水火不龙 相互矛盾诸事难成 我看是非常符合现在的状况 大家去看九火运中心的大国 现在是不是到处都洋溢者乐观向上的氛围呢 我们再来看归媚之魁 雷则归媚 上六摇一变 就得到了火则葵挂 火则葵挂也是异挂 下对上礼相迭 离为火对为辙 上火下则 相违不相迹 克则生 往复无空 万物有所不同 必有所异 相互矛盾 魁记矛盾 魁在康熙字典中 也有分离 背离 违背不合之意 说文中讲 魁目不相视也 以为目不相视 即二目 不能集中视线同视一步 亦有见解不同 思想看法不同之意 得火则葵挂 则遇事者人们 不再有同意的思想 两极分化会更加的明显 这两种思想 犹如火则葵挂中的水和火一样 相悖不合 矛盾会越来越大 此项预示着在2024年里 里面的人越来越多会开始觉醒 我看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 感受到了经济衰退的重锤 这次真被捶痛了 梦也被捶醒了 开始反思和否定之前的思想和价值观 这种转变会给很多人带来痛苦和灾难 思想转变的人和不愿意转变的人 犹如火则葵中的水和火一样不相容 这两股力量会产生对抗 社会矛盾会逐渐凸显出来 第四项 一尊虚孤之项 在古代皇帝被称为九五之尊 九五之尊一词就出自《易经》中的前卦 一卦当中有六阳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在古代这六个阳也代表了不同的社会阶层 从下往上数分别是 世元、大福、公卿、诸侯、天子、宗庙 可见数到第五个就是天子 第五谣就是天子之位 故称九五之尊 那为什么天子头上还有一层呢 难道不是天子最大吗 其实很好理解 第六谣虽然在礼义上是比九五天子更高 但是第六谣却是已经走到了卦的尽头了 天子头上也有太上皇 所以第六谣代表的是祖辈 故称为宗庙 所以古代皇帝就会被称为九五之尊 我们现在再看闺媚之魁 在第六谣身变 闺媚卦变为了火则魁卦 在火则魁卦第六谣的谣词中 用了魁姑一词 强调了有孤寡之意 我们知道古代君王都自称为孤家寡人 第六谣是权卦之极 说明孤家寡人 入此谣中更是有孤立无援之下 另外重点是 闺媚之魁在2024年 第六谣由阴变为阳 是由须转为石 宗庙这一谣由须转为了石 可以去想一想 到底是谁把这个须填为石呢 我看只有九五之尊孤家寡人自己去填 除了他还能谁有资格填呢 所以我看这是一个九五退位之像 至于以何种方式退不好说 因为在闺媚之魁中只是一个像 可能会演绎出各种版本的故事 总之九五之尊填补宗庙之遥的须 既是有退位之像 或是被架空 甚至可能真的就入宗庙成了排位了 那么真正的九五之尊这个位置怎么样了呢 看一看贾成年的火则奎卦就一目了然了 刻卦为离 而离宗须 须的正是九五这个尊位 难道是后继无人了吗 还是说会有一个虚的傀儡坐在了这个位置 是太上皇在后面垂帘听证 还是另有他人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 在2024年中去见证这段历史 最后总结在2024年里 黑兔走入青龙穴 欲禁不禁不可说 禁不了的和说不清的 就是龟魅之魁中的四个像 献魅屈膝之像 竹篮打水之像 人心向背之像 一尊虚孤之像 通过这四个像 可以总结出的就是一个日暮西山之像 但毕竟日暮西山 也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 用欲禁不禁来描述日暮西山之实 小伙伴们有没有觉得很贴欠呢 从卦象预测分析来看 2024年 对于东方大国内的小伙伴们来说 也许并不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好年头 但是 飘风不中朝 驻雨不中日 阳光总是会在风雨之后出现 我们作为渺小的普通人 虽无力惩恶扬善 但是从现在起 可以做到让我们自己明辨是非 不与恶为物 不信恶所言 不忘恶所利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自省自救 这就是极大的善行 举头三尺有神明 守住我们的善念 从现在起 与恶划清界限 在将来一定能得到神明的保佑 趋吉避凶 好了 今天的节目 我就讲到这里 频道在此和各位道友 小伙伴们 相约贾成年再见 最后别忘记点赞 加关注频道的频道 福生无量天尊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